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我在我自己的衣柜里聊 我自己的衣柜里看到了我把我的一只袜子 你说这能说明什么 只能说明你爸问流东西什么也说明不了 你别瞎想了 不是 说明他们分居了 啊学家已经是往好的方向去想了 你再怎么洗个衣柜袋呢 你这小说家思维脑洞开得太大了 怎么可能分居 那总之都不说 我还有一个责任 每次晚上我都看到我妈睡在山上 但是我爸睡在地板上 那也没什么呀 我爸也经常被感觉睡沙发 对呀 我爸他也睡过沙发呀 可是睡沙发跟睡地板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性质 怎么不一样 那如果我爸睡沙发的话 这说明他给我妈妈睡觉了 那他睡沙发是一方面正在民间延伸的时候 但是睡地板就不一样了 这说明他们两个人不能睡在一起 那为什么不去睡沙发 这说明根本不想让我知道 那有一种可能 就是他离婚了 但是吧 既然你爸你妈现在瞒着你 我们也没有确定他们俩到底是真的离婚 所以说 现在还没有到必须分开的地步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 你说的对 而且他们还不知道我已经到这么离婚的这种事 我现在可以继续 我现在可以继续继续继续下去 然后再观察这么几天 下一部戏也会回来了吗 等他回来之后 他们三个再好好想念一下 想个办法 但是他们都还太意气 但是我们 对 对